接著 我們剛剛講說水氣要凝結 然後才會有雲然後才會有下雨 那水氣變成叫做什麼 水氣 叫做氣態變液態叫做什麼 凝結 然後直接變固體了 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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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花湖血 升華是台灣有一些怪怪的人 氣變固跟固變氣都叫做升華 這個其實不好 沒辦法不好 好 水氣要怎樣才會凝結呢 水氣你的條件有兩個 一個呢 就是要接近保護 要保護 轉輪機吧 可是客人家做了實驗 找一個乾淨的空氣 裡面灌水蒸氣 灌到了平常飽和量的四倍 它還是不凝結 為什麼 它少個東西 它少一個小東西 讓它能夠黏在上面 叫做凝結核 讓這個小東西 讓水氣可以啪啪啪啪啪啪 黏在上面 拿著那個小水滴 那缺乏凝結核 所以水氣要凝結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水氣要接近保護 第二個是要有凝結核 那誰可以當凝結核 任何的小液體或者是小固體都可以 小氣體不可以 小液態或者是小固態都可以當作凝結核 比如說灰塵啊 鹽巴啊 煙啊 都可以當作凝結核之用 讓它能夠水氣可以凝結 那水氣凝結的結果 如果是漂浮在空氣中的 漂浮的意思就是說 腳跟不著地 跟阿漂一樣 漂來漂去的 叫做漂浮在空氣中的 在天上叫做雲 在地上叫做霧 國中生雲跟霧沒有任何差別 只差在位置 一個在天上 一個在地上 你家住陽明山上面 早上起來 推開窗戶 哇 今天的霧好濃啊 三下同學說 哇 今天雲好低啊 同一個東西 所以在你旁邊的就叫做霧 在天上就叫做雲 所以沒有任何差別 都可以是小液態或者是小霧態 剛剛講過 雲是小水晶或者是小冰晶 如果是漂浮在空氣中的 就叫做雲或者是霧 如果是附著在東西表面上的 沾在花瓣上 樹葉上 汽車上的 液態的叫做霧 霧態的叫做霜 液態叫做霧 如果是它黏在東西上面 把那個東西當凝結 把它黏在上面 液體的叫做霧 霧體的叫做霧 霧霧霧霧霜 雲水 水氣凝結的結果 漂浮在空氣 叫做霧或者霧 天上的稱為霧 地上的稱為霧 都可以是液態或者是霧態 如果是附著在東西表面上的 液態的叫做霧 霧態的叫做霜 雲呢 這個以前的地科有交 紅軍也有交 現在地科沒有交 紅軍好像也沒有交了 但是看一看就跟 你知道一下 雲有根據高度分 分做低雲中雲高雲 跟直載雲 直載雲就是底部在低雲 上面到中高雲 叫做直載雲 然後重點是 根據形狀分 有分做基狀卷狀 跟層狀 基狀比較重要 這有人會問 這是所謂的雲 有根據高度分 有根據形狀分 我們講一下形狀分的 基狀雲 看起來一坨一坨的 一坨一坨一塊一塊 叫做基狀雲 基狀雲會跟旺盛的對流有關係 會下霧後雷震雨 這當然會交 跟冰爆也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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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叫做基狀 卷狀雲 卷狀是長羽毛的 尾巴長 長羽毛的那種 一絲一絲的有羽毛 這種雲通常比較高 這種雲通常比較高 比較高的雲比較不會下雨 比較不會下雨 成狀雲就是萌萌的一片 萌萌的一片的成狀雲 它通常是下的是綿綿細 這後面也會帶到 後面也會帶到 陳狀雲下萌萌細 剛剛講過基狀雲比較重要 會跑 夏天午後 經常有午後雷震雨 就是基狀雲帶來的 旺盛的隊友 剛剛跟你講過 旺盛對柳 柳容易會下冰堡 冰堡 加大冰堡下來 然後呢 這是後面這一些 後面這兩三行次 李鵝老師會教的 下午後的這裡會打雷 好打雷 注意要避免雷擊 這是李鵝老師要教的 會教的 避免走在空曠的地方 好 走在道下 簡單一句 後面的簡單說到就是 不要讓你變成 一片平坦的地方 最突出的那一根 這樣容易會有尖端放電 容易被雷打到 下雨天 去釣魚 還拿那個碳纖維釣竿 一舉 更刺激的 才會蹲到臉書 請來打我 請來打我 然後呢 躲在一片平坦的地方 獨立跟大樹下 尖端放電 容易被雷打到 不要讓你 成為一片平坦中 最突出的 那個 當高隊的地方 好處 會被雷打到 不要讓你 會被雷打 OK 這個是李鵝老師會教 剛剛叫 第科的重點就是 基壯雲會下 誰這裡 謝謝 ok OK